第九屆海峽两岸电视主持新人大赛 在长荣大学举办说明会 邀请年轻学子踊跃报名 这个比赛是我们会在台湾 就是海选出前三位精英中的精英主持新鞋 然后你就有机会直接可以去到对岸 参加他们福州的一个电视的总决赛 长荣大学大众传播学系 有各式各样口语表达和表演艺术的课程 平时上课也训练学生的口才 与肢体语言的表达 更不时举办活动给予学生主持的机会 让学生具备多样化的才艺 和应对进退的能力 在训练学生的口语传播方面的能力 事实上我们系上的一个课程 最主要是由基础到深入 从大一到大四各有各种多元的课程 特别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就从广电的原理 人际传播到大二还有说服语言符号 还有表意等等 这些比较基础的训练 甚至到大四的公众传播 公众传播这些都是在训练学生的一些 口语的一些逻辑认知上的一些基础的能力 那比较进阅的呢 其实我们还有媒体的企划 以及这个电台的节目的制作 电视节目的等等的制作 这些呢最主要是要训练学生 不仅要人文素养 而且呢还要理解到就是 整个我们的这个媒体的一些 制播的程序 还有从计划到整合到执行的能力 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表示 希望学生可以从台湾出发 迎向国际 我们成立一个国际学院 我们跟征古德博士一起 为了未来的一个环境教育努力 所以在环境教育这一块 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学院 希望同学未来能够从台湾出发 迎向国际 那变成一个我们学校是 社会责任领航的大学 主办单位欢迎对主持充满向往 对说话的艺术充满自信的同学 踊跃报名 记者陈彦龙 严浩伟 采访报道